赴礼香农会第四届稻草艺术季主题 海底世界24号傍晚节目 海底世界相关的草编艺术作品 从24号陆续的进驻 至于持续多年的金刚家族的五只大猩猩 由于游客的喜爱度一直居高不下 一直都是高知名度的网红 因此今年将全部都在 回损的目前也在家景的维修当中 而在0918大地震倒塌最热门的大金刚 也将会重新的制作 在1月18号前重回江湖 复出海底世界 用稻草以及草绳做出来的龙虾壮观又可爱 这是来自东里大庄工谢协会的工艺师做出来 花了两周时间跟两位村民共同打造稻草的海底世界 他照着图片做 最主要骨架要先做出来 现在比较困难 大概从开始到完成 大概两个礼拜五六天左右 这是复礼香农会第四届稻草艺术季主题 海底世界 12月24号傍晚节目 海底世界的相关草编辑艺术 从12月14号陆续进驻 这次海底世界稻草艺术季作品 包括有小丑鱼 大白鲨 灯笼鱼等等 那今年的稻草艺术季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也在今天我们平安夜的时候 邀请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的所住的地方更好 至于持续多年的金刚家族五只大猩猩 由于游客喜爱度一直居高不下 一直都是高知名度的网红 因此今年将全部都在 毁损的目前正在家境的维修当中 在0918大地震倒塌的最热门大金刚将重新制作 在1月18号前重回江湖 付出海底世界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稻草艺术季呢 我们复理农会致力推展我们的循环经济 就是我们稻草的资源循环 跟我们的竹子的资源循环 那这竹子跟稻草的资源循环 虽然回归稻田或是需要做其他的用途 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农业的六级产业 让它更有创意 更有一个我们的旅游的这些价值 布里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说 要让游客来到现场 不仅看到的是稻草装置的艺术 更是一出出的海底世界神话大展 要让稻草装置艺术不仅是观光修器的景点 更是寓教娱乐的最佳原野户外教室 记者高双双富里香 采访报道